放开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老板 再来一碗红烧女容面 加大牌 加香肝 加素鸡 加鸡蛋 加面 好嘞 这还要呢 停车 停车 小心啊 什么东西过去的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大哥哥 哥哥那是什么呀 我要学 别乱跑乖乖等着 听话我就教你 你没事吧 儿子 谢谢你啊 陈千雪 我劝你识相点 多少女人想爬上曹少爷的床 都没这个福分 陈千雪 怪不得曹少爷说什么也要搞到 他真是个有物啊 接下来好好看 好好学 因为这招会很帅 这招叫 成恶阳晒腿 你敢动我们的人 曹少爷不会放 曹少爷 中海市首富曹家的长子 曹宝明 只有他敢自称曹少 敢动我们的人 我看你是活的 我屁 什么东西 喂 你 算了 好人做到底吧 这小牛还真沉 实在是只剩这一件 何不是我意图不轨啊 也不知道跪在哪 你醒了 可要补偿我啊 我说的可不是这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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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束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哎 服务员来杯咖啡 稍等一下 你乡亲资料帅一下啊 还会喝点水吗 咖啡 我也是 不加强 谢谢 来 我叫陈千雪 24岁 城市极端总裁 年薪百万有房有车 这是黑碗的 对了 目前单身身体状况良好 您呢 我叫肖宁 今年25岁 目前是个农民工 月薪三千 身强体状 品行优良 无不良事 不过 现在互联压力都这么大 像你这种条件 还需要出来相信 我资料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 我怀孕了 继续给孩子找个爹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这么直觉 我们也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等我找到那个人 为了你 那个人 一个月前 救我 这孩子 刚会是 他帅吗 我是说 这孩子 是他 这是我和他的事 你只需要知道 我现在急需一个名义上的丈夫 在这期间 你可能会受到一些委屈 但我会竭尽全力地保护你 并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婚约 不如说这是一个工作 这是一次相亲 也是一次面试 好 这个活 我急 你 不要闷闷闷闷闷闷闷 婚约本就是一场好赌 富贵险中求嘛 没有什么好考虑 你能这样想 那最好 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那好 有什么事 再联系 又是 哦 嗯 走 大家好 大家好 三年之气已到 公益 别整这死出行吗 少爷 我这都是从电视剧上看 我以为你不行 你呀 少看点电视剧吧 都是假的 来吧 我这恰恰等着呢 你留下 其他人赶紧赛 少爷 做老太爷之命 已经解冻了您的全部自己了 哦 这么说 我的天交资本 一直是你的运作 是的没错 而且啊 老太爷还骗我 为你的天山秘书 干什么都行 真的 干什么都行吗 啊 干什么都行 那就先帮我查一下 成千雪 和曹宝明 废物 废物 他们是一群废物 上次到处的鸭子 让个农民公给窃户了 这次让你们跟个人 人也能跟丢 说你们他们是废物 废物都不在乐意的 混 混 都怎么给老子滚 不好意思啊 手下办事不力 经了二老 没关系没关系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嘛 您繁忙点 那是应该的 上次让你们给千雪下药 结果人跑了 再次又去相亲 我和千雪的婚事 是你们二老没放在心上 还是你们成家没放在心上 那 那 怎么会呢 曹少 哎呀 能跟曹家定下婚约 那是我们千雪的 什么新娘 那是 我不过是想婚前失爱 如果这点小小的愿望 都不能实现 那十亿的载力 老爷 查到了 不 那个曹宝明是首富之子 一人如飞无我不足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看上了成千雪 求无我之后 用了下药中下散弹的手段 这不过 好像并没有成功 那个成千雪 也一直手生如玉 但是 自从一个月前 被下药之后 就更加谨慎了 最近城市集团 好像面临了 一个巨大的经济危机 急需一笔钱来填补亏购 那个曹宝 加以十一假骗为用 现在估计 曹家跟成家 已经前年婚离了 看来成千雪 怀的真的是我的孩子 什么 成千雪怀的是少爷你的孩子 那个曹家还敢扔持 我替我替你 灭的曹家 姐 游戏嘛 还是要慢慢玩 少爷你打算自己 笨柔和 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是一定要负责的 哦 跟本少爷去成家 如果这点小小的月报 都不能实现 那十一的彩礼 我不答应 哎呦 和曹少婚前诗爱 怎么还委屈你了 那可是十一聘礼 混账 成家现在是强女城了 你作为陈家人 理当 为陈家做出鸡城才对 这件事有不了你 不不不不好 你是哪呗 我叫萧宁 是千雪男朋友 这次过来是奉紫什么婚 什么 爸妈 他开玩笑的 那是来有多钱的吧 小伙子 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 你难道不知道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讲吗 就是 你也不撒回料照照你自己 就你这穷酸样 你能配得上我女儿吗 小伙子 要不 先走吧 好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回去准备准备 过几天啊 我在这上班提亲 站住 我让你走了 小变三 他是我曹宝明的废夫妻 也是你能开点玩笑 过一下 钻过去 要不然 我弄死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了 那我告诉你 在中海这一步三分点 我曹家就这天 你怎么给你帮我 你不是一个月前 会我好事的农民工吗 陈恶阳善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应 不用信 你给我等着 你别跑 站住 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这个孩子 是你的 好了 放心 有我在 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既然卡了有一笔钱 你拿着 赶紧离开中海市 不然曹家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走的 如果曹家继续招惹我 那离开中海 也只不是他们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但是曹家有权有势 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的 你还是赶紧拿着钱 可以吧 你呀 只需要安心养胎 剩下都交给我 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 等着我回去下聘 然后嫁给我 给我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夫妻和睦 子孙绕坛 但是曹家 真的会放过我们 少爷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你的身份呢 我现在说他们会信吗 还不是只会换来 更多的质疑和嘲讽 你不是最爱看电视吗 电视上不都这样演 我们走 去哪 还能去哪 当然是回工地啊 少爷 怎么能让你回工棚住呢 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海星岛一号别墅 出发 去一号别墅 少爷 浴池已经放好热水了 我带你去沐浴更衣 嗯 你干嘛 作为少爷的贴身秘书 当然是帮少爷快夜啊 到底不用这么贴身 你又干嘛 我亲自伺候少爷沐浴啊 我现在没这习惯 出去候着吧 是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办一下 给我准备一份聘礼 我要下成家提亲 说也要提亲 那肯定不能草率 一暑假之间 这九层聘礼是绝对少不了的 九层聘礼 九层聘礼共分九层重重不同 是聘礼的最高位格 其中每一重单拿出来 都足以喊多全程 以少爷的身份 这聘礼的品节规格 当然更胜一筹了 等九层聘礼送完 普天同喜 少爷在上面提亲 则良辰完婚 好 就按你书的座 给我准备九层聘礼 我要一重一重的送回去 是 少爷 我也要让千雪的父母好好开开眼 知道把女儿嫁给我 绝不吃鬼 少爷 今天永恒之心项链 将会在君悦酒店的拍拍会上拍满 你觉得作为第一重聘礼怎么样 不错 我亲自去拍下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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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己的范围 是钻石项链永恒之心 永恒之心项链是世界顶级珠宝设计大师 梅雪芹的收山之作 被称为大师的绝响 起开价 五千万 五千万 曹二爷出价五千万 还有人加价了吗 还有吗 我们少爷出价六千万 这小子谁呀 敢跟曹家瞧东西 戴着口罩看不清楚 似乎不是我们中海本地人 一个外乡人敢跟曹家作对 真是阳望桌上找共国 饶死 小子 你没听到我说这条项链 我要的吗 听是听到了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要不然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七千万 年轻人不气盛 那还叫年轻人吧 八千万 九千万 想死 你继续 就是 哪里来的小别三 我们曹二爷的东西 你也敢抢 甘当畜生 急敢乱飞 张嘴 爸 我 你 一个月 我还他们认识你吗 小子 你却没见过你 你是赖进来的吗 给你三秒钟 问一下 我饶你一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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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蛋 想敢对二爷动手 有事 保护少爷 是 还有人要出嫁吗 承让 小姜 海丹 小姜 小姜 咱们的孩子 能顺利出生吗 放心好了 明天我去陪伴助你下来 真的 你敢下聘提亲 我就敢嫁 好 那你明天就等着接聘好了 那你准备了什么聘礼 该不会是 石青猪肉 一栏鸡蛋吧 这个嘛 我先保密 等明天到了你就知道了 放心 肯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小雪 来 你过来坐下 爸妈有事要问你 爸 妈 妈 昨天事发突然 我们没来得及问 你现在老老实实地交代 什么事 你跟那个萧宁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 有了那种 你和萧宁到底什么关系 她昨天说的一些话 到底哪句是真的 对 我是怀孕了 孩子 是萧宁的 你个混账 成家的脸都被你盯进了 学下巴 我们家可害惨了 爸 妈 你们就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嫁入老家的 我要嫁给萧宁 什么 你还敢丁准 那个萧宁有什么好的 一个农民工 没钱 没房 没车 他凭什么娶你啊 我费心费力把你养大 不是让你跟他过苦日子的 干什么呢 搞不乱苦苦的 爸 大哥 大嫂 婚礼的日子定了没 我都等不及让我那群兄弟 看看我成学正有多昏寡 咱以后也是中海市能够横着他的手护轻起了 爸 学正 出大事了 继续他回了别人的孩子 爸 你的灭障 畜生 畜生 你还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李毅连群 爸 你要是把我爸气坏了 我让你拿命来唱 赶紧把你肚子里边那个灭周 看着人模人样的真不检点 就是 还要把那该修复的给修复了 免得让曹少爷发现 如果害得我们成家拿不到十亿的资金 担待 那 我是不会担待这个孩子的 可不会交到这里 反正你 啊 曹家可是中海的首富 还有谁能比得上曹家张思英寿 还敢当嘴 你拒绝那是一门灰是吗 你拒绝的是我成家的破天富贵 再说了 牛都吹出去了 别给我整腰额灶 我告诉你 我们成家的除了你这个玩意 你是不是活生生想把我气死你才满意 听你到 请程小姐见面 怎么回事 程小姐 老奴奉少爷之命 前来为小姐送上第一重拼 请小姐过目 这是 这是给我们家清雪的 这么大一颗钻石 估计得好几千万吧 你看那钻石的橙色跟大小 估计至少得一千万 这条项链名叫永恒之心 是珠宝大师梅雪芹的收山之作 也被称为大师的真相 我家少爷花费一亿 特意买来送你程小姐当品 为博程小姐一下 什么 永恒之心项链 价值一个亿 你家 少爷 今天是第一重拼 等九重拼礼送必 我家少爷 九重拼礼 既然程小姐已收下拼礼 我就该回去赴命 这是谁怎么把手笔 送来如此贵重的拼礼啊 这和千玄有婚约的除了首付曹家还能有谁 大嫂 没带脑子 没错 放眼整个中海 除了曹家 谁还有这样的排场 曹少爷 年少多金 又重情重义 为了娶你 不惜下血本 下重拼 可你倒好 胜在腹中 为了博废 稀罕 我是断然不会叫到曹家的 如果这个拼礼 是曹家送的 那我送回去 不知好歹 毫无远见 哎 曹少爷来了 哎呦 曹少爷 您屋里请 哎 这不是我二叔 是在彼得的九恒之心吗 原来 家里真是 下费这么大责事 也不事先和我打招 曹少爷 这个拼礼 这拼礼 当然是我曹家送的 哎呀 曹少爷呀 我们家小雪能嫁给你 把她是几辈子 修来的福封呀 干嘛 小雪 我们让你这样吵架 那不是恨你呀 哎呀 真不愧是曹少 真是大头皮呀 小雪 快谢谢咱几个女婿 哎 小雪 你看 我送你这么王贵的项链 你是不是 得请飞一下 小雪 快 请曹少爷跟 说什么说 哎 小雪 这马上就是合法 行 你还有什么好害羞 不能记 哎呦 挺热闹的吧 嗯 小子 这他妈准备找你呢 没想到 你自己送上来的 看求我的女人 不能让我 是 是 我这帮你不敢 你 天赋 淫赋 那这对公男女 当老子死了吗 我先把你弄死 再找你孙长 陈老师 陈老师 是 是 在旁边等我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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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刚给你的教训 现在是忘了 那我就帮你回应 少年 好不好您的后面是曹家 你先走 剩下的 我们出来了 走 他走得了吗 他别想走 你们长家 也都别想走 曹少爷 这小招死 你把他弄死便是了 他跟我们长家没有任何干系 不是呀曹少爷 跟我没关系 我那可是一颗红线只剩你 你们长家 都是瞎子吗 这段高男女 在你们眼皮底下 狗狗打打这么久 你们一个都没看见 我曹宝没长这么大 从来没被人带过女帽子 你这个贱人 今天不仅你们两个要死 在场的所有人 都得给你们配送 找死你的命 小娘 别冲动 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这次饶你一条狗 滚 好 好 好 醜能免工 还有你们成家 祝他们要给我等着 完了完了 人家从说也成心成意的来下 都被这疯子给打炮 谁告诉你聘礼 是曹家送的 哦 这不是曹家送的 难道是你送的 难不成 就是我送的 哈哈哈哈 好高分 你们还嘴晃晃 这这么拙劣的谎言 你当我们成家都傻吗 现在可怎么办呀 曹宝不取钱选了吧 我牛可能吹不去吧 你裤兜里有几个肝棒 自己不清楚吗 就那三瓜两枣 能做得了这些屁女的一个零头吗 自己也不撒不尿照的镜子 就你那穷酸样 能买得起那么名贵的项链吗 小宁 这些聘礼 真是你送的 对 是我送的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聘礼 送来你们家 我说过了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够了 骗子我见过多了 可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 就现在 立刻给我出去 小宁 你先回去吧 先家等 我来和他们说 好 那你在家等我的第二床聘礼 我保证你不行 到时候 我也不让其他质疑的人 统统闭嘴 你个惹祸精 你还想给成家惹多少麻烦 都是你惹的祸 要不是你跟家人对着干 哪会有这么多事情 蔡雪 赶紧把你肚子里孩子打了 让曹少爷原谅你 对 然后还要再做修补手术 主动去勾你 曹少爷 是呀 只要能瞒过曹少爷 你就可以顺利的嫁给曹家了 对啊对啊 这样我们家不但可以画想为一 还能顺利的拿到 曹家的十亿融资 哎呀你们作为成家的长辈 就是这样应对危机的吗 我说了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你摆平 你拿什么摆平 哎 我想到了 千雪 你去找曹少爷 你就说是那个臭农民工强过你的 只要曹家把萧妞给弄死了 那不就俗对证了 到时候咱就可以高 高层无音哦 我说了 我自己会解决 但不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 好好好 我们都卑鄙无耻 由你成功 现在成家的命 就掌握在你手里边 我倒要看看你自己怎么负责任 我们走 哎 哎呦 我们就是想让你嫁给曹少爷当少奶呢 你 好个邦邦 我们家 你怎么那样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吗 妈 你别担心 我已经在联系天桥资本的周燕青小姐了 如果周小姐能够投资我们公司 那我们成家就能够起死回生了 真的 如果周小姐肯投资我们家 那我们就有救了 小雪 你一定要顺帮周小姐投资我们家公司啊 我会的 哎呦 哎 他妈的 你怎么这么大 那是我这样去 才 一定要将他们碎事万段 我说我这怎么回事 我说这怎么回事 哎呦 哎呦 说 哎呦 不行 你肚子嘛 哎呦 你 你 别踢了 走往拌卖会上 项链没买成 冒出来一个不知史国的 把我耳朵都打出血了 我 小燕 啊 那有名是些 金吗 对啊 被擦走 哎呦 你 你你你你你这又是什么鬼神啊 我 我去承家走中间去 被他把你弄弄得到 我小别生啊 老四人弄死他 接着 我咋能给你去办 阿朵 还有那个承家 瞧着了 放他 承家至今恋不是出问题 咱们趁他有病 要他的命 嗯 不是啊 嗯 这什么意思 你动他们吵架 在中海的热卖力 让承家所有的债主们 与其向他们讨赞 什么 讨个战有什么用 不明白 承家至今恋不是出问题了吗 对不对 要是所有的债主们 一起同时向他讨赞 你说会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他他都会 当朝破朝 这还只是个开始 到时候他们不想你讨饶的话 你继续打压 到时候 那不是被你随意拿了 到时候 那承家突然相信我 对 我就让承天学 小脚膜梗呀 爬过来 四老 那你说你说二叔怎么样 少爷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他就是中海首富曹富祥 他是跑来求我们融资的 中海首富 也需要融资 这主家有时候还要借量呢 更何况最近曹石集团好像有大动作 急需大笔资金 所以他就跑来求我们融资了 不过我知道他跟少爷最近闹得有点不愉快 所以我就把他打发走了 回头你答应他 不过不是融资 而是注资 注资 少爷是想通过注资 然后拿到曹石集团的补权 从而架空曹石 把他们踢出去 最近曹姐有点作死 先拿捏住他们的命运 怎么样 搞得硬吗 曹富祥这个老狐狸 他是不会同意注资的 看来还是得找机会给他下个套 我们可以跟他签对赌协议 然后又知以利 他是个贪婪的人 一定会上套的 就这么办 不过这件事具体怎么操作 你看着办 我相信你的能力 好 这件事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不解 不过这件事你要记住 一定要做得不漏很紧 好的少爷 少爷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你不是我都忘了吗 我是来让你准备第二种聘礼的 那少爷想送什么聘礼 这份聘礼好啊 程小姐一定会被感动得痛哭流涕的 就连程家那帮势力之托 也一定会对少爷感恩戴德的 既然你也觉得不错 那就这样定了 好的少爷 我就先走了 那我送您少爷 不用了 好好准备吧 总裁 外面有位自称是城市集团的 程千雪小姐想要见您 总裁 外面有位自称是城市集团的 程千雪小姐想要见您 已经第四次求见了 您看 你出去告诉他 我没空 帮他回去吧 我们少爷不是正在向程小姐提亲吗 我们让程小姐持闭门工 张峰辉 我只是遵从老太爷的吩咐吧 何况这样才正是为了少爷好 今天叫大家一起来 就是想商量一下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公司的资金问题 本来吵架是答应给我们十亿种子 帮助我们家度过难关的 可某些人啊 天天不识好歹 公是公 私是私 公司出现资金问题 怎么能指望用我的终身大事来解决问题 作为成家的一员 身为公司的总裁 面与公司的危机 是不是应该扶展什么责任 是 我已经在积极的联系 添加资本的周燕青小姐 恳求她为我们成家公司融资 周小姐这么说 周小姐日理万机 目前我还没有见到你 面都没见过你 说个屁啊 你要拆的我没钱花丢面 你爸饶不了你 就是 有些人啊 只不自喜 也不想想成家那么多人呢 我这些包呀 手势 不得花钱呀 我再说一次 我不会嫁给曹宝明 至于公司的资本危机 请各位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 曹宝明 你来干什么 怎么 不欢迎 哎呦 欢迎 欢迎啊 哎呀 曹少爷 昨天就给小雪下篇 在今后 你就是我们成家的成人快戏 我们怎么可能不欢迎你呢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以为你有多清楚 没想到 你就是一条木稿 背着 和一个工具搬砖的稿 这么喜欢犯现实 行啊 把这个主动契约起 以后当老契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把这个给我带上 这样 我或许会丢你成家 给你调好 曹宝明 都滚出去 别着急 成年 我知道你不用怪怪就烦了 没关系 我给你带来那些 让你给清限制 进来吧 王行长 李行长 周行长 郑总 你们 你们怎么都来了 哎呀 各位行长 各位老总 哎呀 你们提前来 怎么不打招呼 我们好 欢迎你们去 好 嗯 开始吧 闲话少叙 今天 我就是来要城市集团欠我行的一亿贷款 哎呀 王行长 哎 你等等 我们公司欠的贷款好像是还有好几个月到期了 老爷子 你可能没把合同看清楚 特殊情况下 我行有权要求提前还款 哦 对了 今天你要不还的话 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了 巧了 我来也是 下达我行 偿还贷款的通知 返请城市集团 即刻偿还我行 七千万贷款 还有我行 八千万贷款 也需要城市集团 尽快还款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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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没事吧 各位行长老总 你们也知道 我们承压现在的处境 你们这样做 是逼得我们要死啊 就 就各位行长老总 宽限我们一些时间 好吧 哎呀 啊 这 这 曹少爷 小雪年轻 不懂事 你 大人有大量 你就原谅他一次 好吧 求求你了 你快答应 你快答应啊 你非再不得 我过几天收担日子 是不是 我们成家破产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曹先生 我 我跪下 求你了 爷爷 你真是做什么 你快起来 爷爷 曹少爷 我跪下 求你了 你真是怎么样 快起来 爷爷 老东西 听不懂我说的话 小雪呀 成家的生死存亡 就在你一念之差 就让爷爷求你了 成家的百年纪业 不能毁到我的手里呀 爷爷 爸 你怎么能让小雪这样呢 说到你这事儿 还是你们惹出来的 非再拉着我 给你们陪葬是不 昨天 不是信实单单的说自己 你负责 现在就负责 哥 你当初可是答应的吗 要保我一辈子 一十五油快快乐乐的 你忘了吗 成千雪 你要是不答应 简直会对成家的生养之 不配为人 许文 你快救救咱们女儿吧 他们只是要把她往死里逼呀 成千雪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赶紧把这个契约签 把这个链子给我带上 不过 不过 你要是把我伺候舒服 你们成家还是有火弱的 现在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出去了 不过谁想留下来欣赏 这个女的建民 也不是不愧 曹报名我成千雪 你死不去 我用我这条命 来换我们成家活 老子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不就成功你去 我对 我对你 谢谢 我让他给我抓去呢 清雪 你没事吧 第二头皮子到 请冲小姐接片 请冲小姐接片 这是我家少爷的第二拼 融资合作协议 成小姐 拼得一可还成心 什么融资合作 哎 快让我看看 这真是天娇集团 主动帮我们城市集团融资 什么 天娇集团要给成家融资 无限期零利率 融资合作 就说咱们成家有钱了呗 多说 多说 你别去 嘴 嘴 就说吧 算命的都说 手下正命 哎 好儿子 快看看 天娇集团给了我们多少融资 天娇集团 给我们城市集团融资的是二十亿 什么 二十块 我们城市集团 城市集团 城市集团 我要买私人飞机 我私人游艇 还要弄一个度假倒 我看谁以后还敢在我面前显摆 哈哈哈哈 见两包包 我来了 哎呀 这几天着急上火了 我的皮肤都不好 赶紧去布补针 不得不说 你们成家找的这些演员呀 演的还真像 可惜呀 天娇资本富可敌国 谁不知道周燕青运筹帷幄 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我藏家是中海市的首富 就算是我爸亲自过去 也不一定能把这个合作谈一下 就凭你成家 合得合得 能让金融女王给你们送二十 所以啊 这合约 是假的 谁说我家少爷的拼你是假的 现在就把二十一打过去 这么大的资金需要花点时间 多久 一分钟 张小姐 二十一资金很快就会打到您公司账目上 请查说 踩我踩我 快查查公司的账目 董事长 我们的公司账目真的多了二十一 打款方式 天救资本 董事长 是真的 说 谁让你过来下拼的 想知道我们少爷的名字 你得跪着听才行 想知道我们家少爷 你得跪下听才行 够东西 找死 你他妈 可恶 赶紧稍微松手 弄死啊 打 一群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小子 刚才这一剑 是替程小姐 如果再敢欺负程小姐 小心你的脑袋 好大的口气 我说 这个妈妈 丝毫不给咱们曹家放在天里 你得收拾他 杨大师 那就有劳了 小子 那就有劳了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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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对我行吗 快去的不知少爷 哎那是让他们打好 他们少爷一过来 一起收拾了是二爷 好 还是撑不过三招就给少爷打败了 你已经很不错了 是我见过他最厉害 总裁我们送兵队伍遇到麻烦了 发生什么了 操保龙又来闹事 竟然打上了我们的管家 而且还等着乌鲁城小姐 嫌疑逼死他 走死 你都四海了 立刻就准备一架直升飞机 我要五分钟之内 就赶到城市公司了 这 哎少爷你等我换完衣服先啊 少爷 你别忘记昨天老太爷的吩咐啊 小子 瞒着家里头头脖子 叫成千血的娃娃下屁 当肥了呀 老太爷 我 我也是说我可以 那女娃娃的气质相报 都还不差 但是家境差了呢 小子 别以为我们知道不在下屁 你想取成千血 可以 但是你必须 答应老太爷 两个条件 一 后续下屁的时候 交给周彦庆祖叔叔 并且 九重聘礼寺馆之前 德国 是少爷要少爷的身份 这是对成千血的 一个抗议 这第二 成家家庆太差 在你大婚之前 必须要把它变成豪门新贵 至少不要有千一次差 这两天 你能做到吗 哈哈哈哈 不暴露身份 好说 哼 阿叔 我估计给成家下屁这个桥 怕是不敢来了 那就清场吧 阿叔 等我先和成千血算算账 谁说我不敢来 谁说我不敢来 这是 这位是给小雪下屁的少爷 可是他为什么穿成这样 这人 应该不是小雪 楼下 这么多人负责关手 都是犯狂吗 有可疑人物出现 怎么没人向我头发 不好意思 我乘直升机来了 少爷 啊 就是你给成千血这个贱人下屁的 没错 那就给我跪下 你让我跪下 你给成千血这个贱人下屁 那就是在和我曹家作对 在中海 得罪我们曹家 你有十条鸟 都不够花的 是吗 所以啊 乖乖的跪着 把你的铜盔摘下 亮出我们身份 你怕我亮出身份 就是你 不该先下跪下 这么多年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 对我们曹家 如此的发誓 你 真是让我意外 要是你们叔侄二人不赶紧向小雪道歉 我保证 还有更一位的事情发生 还有你 杨大师是吧 你伤了我的人 我很不开心 你 自断一臂吧 还有你 杨大师是吧 你伤了我的人 我很不开心 你自断一臂吧 哎 别跟他废话 杨大师 我先下来这小子一双胳膊 看着还这么狂 是 二爷 是 死人是被横强 小心 你们先回去吧 这 交给我的 京找门的杨海川是吧 哦 你认识 既然知道老夫的威名 还不乖乖的束手就擒 自断双臂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就你这点本事 不早点回去退休养老 还躲在这里给人家当狗 真是敬业 哼 个处处茅庐的后生也敢吃斋老夫公 看着找死 咬 杨大师你 现在我再问一个 贵还是不贵 现在我再问一遍 贵还是不贵 小小小小子 我劝你别乱来 在中海 你应该知道 藏家两个字的分量 不清楚 你不知道我们 曹家的分量 我告诉你 在这中海 我们曹家就是贴 我让你跪着 你就没法站着 我让你死 你就没法活着 我劝你 赶紧自断双臂 你乖乖跪下来 接受我们的惩罚 还有你成剑雪 赶紧把这个主农协议给我签了 乖乖当老子的狗 放测的话 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还有你们的家人 都会被你们连累 给你们陪葬 菩萨不就想死的鬼 阎王不敲活人的门 我确定 你们就是在找死 一起上 你弄死我 弄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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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下跪 师傅 我 是 行 躺 我爷子扔给我 跟你二十一样子 他当搞的事 你别体验一下 住手 周团长 就没有啊 周团长 周团长 欣陪你来 不然 我们数字 要被你报告 火山就给打死了 周文东团长 正来了 爸不是我 应该是曹家手下偷偷给委员局打的电话 周文东 平时跟曹家关系是不错的 那个年轻人 伤害曹家人 岂不是完蛋了 这毕竟是为了咱们家的事 刚才给了二十亿的聘礼 咱们是不是应该 你是不是有病啊 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太平是吗 周团长 一定要杀了这个王八蛋 给我做主播 周团长 一定要想这个凶徒三次一 为我们老百姓 义的交代 大人 摘了头的面罩 靠起来 大人回去 连问都不问 就要抓人 周团长 是他们曹家人闹事在先 责任不能多归咎于这位先生呀 谁有罪 谁没罪 还挪不到你的指 他们只是向你解释清楚状况 这也叫智慧 这些情况 你跟我回去了 我自然会调查清楚 你若是要调查清楚 理应把曹家人也一起带走 为何只抓我一个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小别子 中探在做事 还轮不到你 在查罪 你不是很狂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在中海 我们曹家 九神街 跟我们作队 你根本就没有好下场 你就等着 老你坐船吧 不过呀 当你坐老之后 我会替你好 暴露成天雪的 可以试试 试试 怎么 中探长在这 你还敢对我动手不成 你干什么 中探长在这呢 你真敢动手啊 大胆 竟敢当着我的面行凶 你眼里还有没有办法 现在 马上跪下双手抱头 否则 当场击毙 别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竟然是周小姐 金融女王怎么会出现在这 周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需要向你解释吗 我不要 只不过 我们现在正在抓捕一名暴徒 非常的凶残 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想请您避一避 暴徒 在哪啊 这就是这个 带着头盔的家伙 但打伤了曹向龙先生 当着我的面 曹宝明先生 也替婚了 非常凶残 凶残 如果少爷不是最近几年修身养性 这曹宝明估计已经了吗 你说的暴徒 是我家少爷 少爷 少爷 这这周小姐 您说的少爷 是穿着肌腱服 这位先生吗 不然呢 成家下聘 原来是金融女王 赚眼亲的少爷 发达了发达了 我就做我命好办 我我成家飞黄腾当 真可怠了 哈哈哈哈 中探长 这曹家书指 跟我家少爷 互殴 你说这事 该怎么解决 你说此事 该如何解决 这 什么互殴 分明是他 互当我们 要不要问曹福祥 是不是互殴 我家少爷 来给程小姐下聘 你们去跑来闹事 打你们 都算是轻的了 但是他竟然 把我伤成这样 还把我们家保民 打得何必过去 我建议此时到此为止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 就叫曹福祥亲自过来跟我谈 这点小事 用不到惊动我哥 况且 我们吵架 你想惊动 今天这件事 这完全是大水冲了罗王庙 所以今天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了 回 醒醒 快快快快 跟叔回家 好了 那既然没什么事 那我也就先走他 哎 那是周的 周的 路总 还有这位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 周总 我是新闻银行的小周啊 你们啊 不是受淘宝民的知识 好了 丢那我们成家的吗 怎么 现在不继续了 就是 那可是我们成家未来的姑爷 你们真够表裂 刚才就是你们为虎作伤 逼着成家提前混债的吗 我们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是啊 我们都是被草宝民逼的 周总 我还愿意 继续为成家公司贷款 拿钱免息 跟我说有什么用 去跟小雪说 只有他原谅你们 才行 我们不敢了 我们不敢了 各位行长 你们别这样 我们成家欠款 一定会尽快还上的 陈小姐 您言中了 对于天娇资本来说 这条小钱算不去 是啊 等你当了天娇集团的大少奶奶 我们还要求您赏口饭吃呢 没错 但我们少爷将九重聘礼送完 将陈小姐正式迎入门之后 陈小姐便给我天娇资本上 届时我也会正式切任 将天娇资本的万亿资产 交于陈小姐 光有门没 光有门没啊 不 我最近听到了一些 关于陈小姐的风言风语 是有关陈小姐和一个叫 萧宁的农民工的 当然 风言风语不足为奇 但陈小姐即将嫁于我们少女 还请注意点影响 我建议陈小姐 和那个叫萧宁的农民工 划清界限 安安心心的 准备嫁于我家少女 当天娇资本的少女 来 陈小姐以为呢 没问题的 陈老爷子 我没有问题 还请陈小姐亲口允诺 还请陈小姐亲口允诺 与那个叫萧宁的农民工 划清界限 多谢先生厚安 更多谢先生今日出手相救 但我以心有所属 不能接受先生的爱意 爸 把合同给我 这 给我 先生 请原谅小雪的不知好歹 这份聘礼 还请你撑回 好你个滕千雪 我们家少爷看上你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你竟敢不识抬举 小雪 嫁给天娇资本上 是多少豪门千姨小姐 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别打小性子了 还你答应吧 爷爷 我不是在使小性子 我若是贪图富贵的话 早就嫁给曹宝明 我存钱 不愿意嫁给曹宝明 今日 多谢先生父爱 但我同样不会嫁给你 先生 请原谅千雪的不识抬举 这份聘礼 还请你收回 我们家少爷下聘 许是你说退就能退的 既然我家少爷已经下聘 那么在九重聘礼送完之前 是不会停止 我们家少爷既然已经下聘 那么在九重聘礼送完之前 是不会停止 先生 这样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的 拒绝是你的权利 但下聘 是我们家少爷的自由 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 也能好好想想 到底是选择我们天交资本的少爷 还是你那个农民工宵明 在九重聘礼送完之前 我希望你能做个正确的事 可是我 我这女儿刚受了惊吓 脑子还有点不动 对对对 我女儿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是啊 我们小雪倒说一定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少爷 我们走吧 是 医生说 保兵没有什么一杯心 是 下的上的厉害 这就只好 用力了 去 最好南科医生 是 保兵没有什么 你是 你亲自去添交资本 添交少爷 你什么 他把保兵打罪了 曹家海还要向他道歉 是 我们曹氏集团需要大量资金 我们很有求于添交资本 是 是 另外 我发现一系列的事情 都跟那个叫萧宁的相似一关 找人给我去做了套 好的那个 小娘 前几天送的永恒之心的项链 是你送的 对 是我送的 你还撒谎 宗教资本的少爷都已经亲口承认 我凡之心的项链是他送的 怎么办 现在还没法跟他解释清楚 小雪 其实那片链没什么送 过段时间 你就会知道 我真的没骗你 小娘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农民工 害怕我父母看不起你 不同意我家给你 所以你才撒谎 人可求 志不可短 我觉得你应该多信任我 虽然你现在一目所有 但是我相信 通过奋斗 你一定能有很好的成就 你一定能给我和孩子带了美好的未来 当然 我成千雪 也不是贪慕虚荣的人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天娇少爷 若是将来揭开身份 让你知道我就是天娇的少 你算不算违背自己的诺言 我既然选择了你 就一定会从一而终 无论生老病死 贫穷富贵 都不能一起 小雪 小婷 这么巧 你们也来吃饭吗 嗯 那就一块吧 好吧 小雪 小雪 我听说你跟曹家那个少爷闹翻了 找了一个在工地搬砖的穷脚丝 对啊 我已经把曹家的婚事推掉了 许多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传言竟然是真的呀 哎 这位先生是 啊 我就是你口中那个 在工地搬砖的穷脚丝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小子 你跟林小姐说话最好客气 信不信 还有 程小姐不是你这种角色穷鬼能高潘得起的 实际的话 自己 别耽搁了这些事情 小宁 不要和这种人结交 这不是中海世道狠人李黑龙吗 他怎么来这里了 估计又有哪位不长眼的愣头军惹了他 这下有好果子吃了我 黑龙哥 你就是小鸟 你就是那个小鸟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了 说吧 是自己跟我们走了 还让我兄弟懂 我不管兄弟 我只给你一个劲 带着那人立功的半 是 竟然敢这样做 难道在中海市 没有听过我李黑龙呢 我管你李黑龙还是立场 你到底管不管 你来 来 来 把这小子的双手双脚打断 扑出去 就是啊 你们别乱来 你们再过来 我们去报白安局了 既然这两个美女 不愿意走 把这小蛋飞 尼蓉 再走 黑龙哥 我小风呀 你记不记得 在曹少的交会上 我还给您听过酒呢 这样吧 求求你 你给我个面子 这两个小姐 就疯了 什么胆子 跟老子讲 坐 李黑龙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李黑龙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干人 小废 西娃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大 大 大 你 那 来来来来 少我兄弟 你 啊 啊 哎呀还笑一下什么 哎呀饶了我吧 哎呀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得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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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咱们走吧 哎 哎 轻点 哎 小雪 你跟那个香宁 到底什么情况啊 从事照来 哎 小雪 你说你 拒绝了 曹宝明 那个人渣 也就算了 怎么天交集团的少爷 你也拒绝了呀 我说你轻点 嫁给天交少爷 那可是别人求都 求不来的机会 你说你非要拒绝他 确定 真的要嫁给 少年那个农民工了呀 天交少爷又怎样 我才不稀罕呢 你要喜欢的话 那你嫁给他好了 我倒是想啊 但是人家 未必看得上我呀 哎 小雪 你看 我长得比你 也差不了太多 而且腿还病长呢 这天交少爷 怎么就看不上我呢 那你倒追他好了呀 我们可是好闺蜜 这样不好吧 不是吧 小婷 你来真的呀 那 那你去追他吧 我是真的不喜欢 那个天交资本的少爷 真的呀 那当然了 如果 能成功的话 不光你能得偿所愿 我也能摆脱 目前尴尬的处境了 小雪 既然你执意要跟那个小宁在一起 那天交资本少爷的这个坑 我听采了 本小姐啊 势必要追到他 这 这天交少主的架子 也太大了 我都亲自上门道歉 他见闭而不见了 这让咱们有求于人家 那保民的仇怎么办 最近周总裁有些松口 他下了这笔投资 也就不用看天交资本的领词了 到时候 喂 是我 怎么了 什么 哥 怎么了 李黑龙那斯把事情搞砸了 李黑龙那斯把事情搞砸了 没有干掉小宁 自己反而被打断了一条羹 这个废 我就说李黑龙这种基图小混合靠不住 还是得找王命之徒 这是青龙会离报的联系方式 去联系他 传言势力遍布全球的青龙会 这件事情 务必要亲自去办 一定要给我小宁干掉 没问题 这天交资本的少爷住在这里哪一栋啊 哎你好 马上问一下天交资本的少爷住在这里哪一栋啊 嗯 怎么是你这家伙呀 哦 是你啊你是小雪的闺蜜是吧 你不在工地好好搬砖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跑来这里干嘛 我住在这里啊 我来刮大白总行了吧 失陪 哎哎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天交少主到底出在这里哪一栋啊 知道啊 我自己住哪儿我还能不知道 那他住哪一栋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 哎你就行想好告诉我 呃我请你吃饭 怎么样 你这么急着打听天交资本少爷住在哪儿 怎么 你暗恋人家 你暗恋人家 要你管 我劝你啊 还是少资的多情 天交资本的少爷 看不上你的 怎么 你这赖蛤蜊不也吃上天鹅肉了吗 天交资本的少爷 怎么就不能解惘我了 林小姐 注意一下你说话的语气 你还想不想知道天交资本少爷信息了 哎哟哟 小宁啊 你就行行好嘛 呃这样 我请你吃饭 怎么样 曹家三番两次找麻烦 林梦婷又是谦虚的闺蜜 混熟一点后 如果再有人找查 他也能及时通处 上车 去哪儿啊 当然是去吃饭啊 免得你来找 好吧 哎 不对呀 我有车呀 做我辣 那你说说 关于天交资本少爷 到底都制造些什么 那我可知道的不少 那你说说天交少主 住凯仙岛 哪一栋别墅 一栋 那他身高多高 地米八二 体重呢 低个鸡公斤 那他长相如何 见眉心目 气宣扬 那他性格怎么样 性格吗 以前是年少青黄 现在都是书心养性 这么详细 到底真的假的呀 当然 我们大哥想见你 你 换你的马上 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位大哥 你好像是误会了 我不是他女朋友 你们要是有什么恩怨 慢慢别找上我啊 别他妈唧唧歪歪的 让你走 你又走 我的子弹 可是不长点心的 到底是什么人 三分两次的派人们 程家 曹家 算 见一见就知道了 好 我可以跟你们走 算你实相 再走 都他妈站好了 别动 华哥 小牛和他的马子 都已经带过来了 什么时候 这工地搬砖的穷屌丝 这么受美女欢迎 我们中海的四朵金花 居然有两朵 都是你的女朋友 这位先生 我怕您应该是搞错了 我真的不是他的女朋友 就是你把我放了吧 哎 林小姐别着急嘛 待会儿啊 等我弄死萧宁 然后 你再配合我们 拍两段小视频 保证你出去不会乱说 我自然 被放你走的 哈哈哈哈 小子 你不是挺狂吗 现在 落到我手里 你说 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抽自己一百八角 一边抽 一边说 我错 然后再带你几帮手下 滚去维安局 至少 他妈的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是说 我要拿你怎么办 你只有按我说的话去做 你才算是一条 好啊 小子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我倒要看看 你的嘴能硬到什么时候 来人 用电锯 把这小子的左手给我锯电 我看他还狂不狂 是 报答 你们是要弄出人命的 各位大哥 你们在当上混 想要的不就是钱吗 我给你们钱 你们把小姐忘了吧 哈哈哈哈 林小姐 你还真是天真啊 想用钱 收买我们 难道你们林家 会比曹家有钱 原来还是曹家 别怕 这几个人渣 还搞定 小子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 上 小子 别乱动 我敲你的子弹 可是不张眼睛的 我堵你的子弹 打不住 吓死老子了 兄弟们 这小子的枪里没子弹 给我上 看死他 没有子弹 你们死得更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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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妈 还是人吗 你刚才说要废了 啊 哈 哈 小先生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啊 啊 我喂 如果今天晚上是我向你求饶 你会放过我吗 啊 喂 既然你都不会 又为什么会觉得 现在我会放了你呢 哈哈 小先生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杀我好不好 啊 啊 破绽 你 属下来迟 还请少爷惩罚 属下来迟 还请少爷惩罚 还请少爷惩罚 是曹家的人作死 我说怕你做什么 不过 你是怎么找到我 少爷手机定位出现了异常 我感觉不对劲 就立马带人赶来了 原来如此 那这些人怎么处理 尸体全部清理掉 还活着呢 送去精神病院 那曹家呢 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她 不急 先不要打草惊蛇 等你彻底控堵曹氏集团 再跟曹家来一波大轻松 是 那这个小姐 她是成亲血闺蜜 那她怎么处理呢 先带回去 是 李不停 李不停 你醒醒 李不停 哎 你终于醒了 啊 你发什么神经 你才发神经呢 你离我这么近 是不是想耍流氓啊 我们不是在 得有人要杀我们 这是哪啊 天堂嘛 我们已经死了呀 这是海鲜岛一号别墅 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海鲜岛一号别墅 海鲜岛一号别墅 天堂资本少爷的住处 是啊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难不成是天堂资本的少爷救了我们 你要是这样理解 倒也没错 带翁是吗 胭脂非福啊 没想到被天堂资本的少爷英雄救美了 我真是太幸运了 不过天堂资本的少爷 为什么会救我们呢 也可能是天堂资本的少爷发现了在他家瓜大白的我 被人绑架了 一个不高兴就去救我了 也是 最近咱们之前在餐厅 哪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这也行啊 李小姐您醒了 多谢你们家少爷救了我们 不知你们家少爷现在有没有时间 我想当面向他道谢 不好意思 我们家少爷已经睡了 那好吧 那我改日再亲自来向他道谢 对了 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希望林乔姐能够保密 周小姐您放心 今晚的事情 就算我死也不会说出去的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告辞 快跟我走啊 快跟我走啊 什么 我的 怎么你还想留着过夜不成 你以为这是你家呀 快走啦 哎 这里是我家呀 犯 一身犯 雷暴这么大的人 你竟然跟我说找不着了 大哥 雷暴最后现身 是在一家餐厅 带走的萧宁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间就人间蒸发了 我出动了不少人手 都查不到他们下路 会不会是对付萧宁的时候 遭遇无测 那不可能 雷暴这伙人 亡命之徒 穷凶之恶 还有武器 他们要干掉消灵 去去一个农民共 不可能会输手 那又是这么回事 啊 雷暴这伙人 上尽天良 而且他们做事反复无常 我怀疑 他们是拿着钱直接把路了 一群王八蛋 去 给我继续去查 去青春会亲自问问 好的大朋友 你去跟着等我吧 我自己去做青春会 你去跟着等我吧 你去跟着等我吧 我自己去做青春会 我自己去做青春会 你好我要做青春会 我去做青春会 我去做青春会 把衣服脱了 躺在病床上去 是裙子的话 就只能脱点 那个 你们有没有女医生啊 能不能帮我换一个女医生 男医生就不是医生了 啊 你怎么这么矫情 如果没有女医生的话 那我去下次见 啊 呃 你大概见我是男的 觉得不太好意思是吧 唉 其实大股不必这样 我们医生每天见的病人 多了去了 我们眼里只有病人 可不分什么男女 啊 我看 你也是高尚实分子 应该 不会有这么愚蠢的偏见吧 你问我 为什么上班的时候 有过不太好 还不是一个院表的万克儿子 刚好有个农民工 带你这个漂亮的烧素 来做成绩 然后他就发生了 我的青春会 现在啊 正在里面 有提加上的烧素 整成身体呢 该死了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 外面还有大批患者等着呢 不要浪费大家 大家有宝贵的医疗资源 更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快把裙子拖了 唉你 唉你 你 你竟然敢冒充医生 歇毒病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 药 你自编写的 药 送你上路 你竟敢冒充医生 歇毒病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 第一个 你自编写的 第二个 直接送你上路 你竟然是假 你是荒唐 我不是医生 我能在这上班吗 啊 唉 谁让你揣门进来的 赶紧去罗大等着 要不然我跟维安局 你寻省姿势 还在这跟我走 你自己想要干什么 心里清楚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啊 我这么弄死你 你敢给我打死你 你没事吧 你不是干什么吃的啊 这个疯子放进来打我 把他 给我弄死他 出了事 算我的 找死的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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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谁 身手怎么这么好 敢在刘家的医院闹事 还是不想活了吗 现在我在位 是子言谢罪 送你上路 你别打人啊 这 这位可是刘三大事 对 我爸 是刘天剑 这个医院的院长 你要是可跟我玩硬的 等我爸来了 我让你走不出这个医院的门 你不说我的话 要是没有人送我 你又怎么可能冒成医生 在这卸的病 这件事你爸又走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把他叫我 跟你一起说话 好 你想死是吧 我成全你 告诉我爸不计又来吗 是不是你个农民工 还不是亲戚所 喂 那个你在哪 我在医院被人欺负了 什么 你就在医院 那你快点带人过来吧 小子 我的人马上就到 你死定了 要是待会你的人弄死我 弄死你 你 这看小子 你越怎么过来受罚 这小子还要弄死刘少 等一下有好戏看喽 上 都给老子让开 龙高 你可算来了 就是啊 哪个不长眼的 把你做的这个样子 我离开龙 帮你弄死他 就是就是这个小子 哎 龙高 我从小到大就没吃过这种亏 待会你跟你的兄弟先把他的双手双脚打断 再好好的折磨 看来李黑龙和刘少的关系不一般 是啊 李黑龙二话不说叫帮刘少报仇 这小子惨了呀 李黑龙拜见战胜术 肖先生 哎 起来吧 真相多不好 谢谢小先生 我问你啊 他是女朋友 不是 您别误会 他冒充医生想要亵渎我老婆 你说 他是不是贵律 他是 他是 既然这样 你这么多小弟在 帮我一个小王 把他淹了 龙高 你不是来帮我的吗 龙小狗 谁是你狗 跟我自己肚子 你不愿意 不是 不是 你说这刘家也不是合格 你说把刘千金的儿子淹了 他 他 那你擦不擦我 是谁 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我一夜的时候闹事 还说 他淹了我儿子 敢在我一夜的时候闹事 刘院长来了 这下 这小子完蛋了 怕 谁打的我儿子 我打的 你凭什么打上我儿子 他冒充医生亵渎病人 你说他这顿胆 挨得活不活该 这刘远航可是经常在医院里 不作非人 乱搞他没关系 那又如何 人家爹是院长 这小子惹错人了呀 别吵吵了 你不要偏听偏信 这么看来 你是要包庇他 你说什么 你敢说你对于你儿子 冒充医生 弃毒病人的行为毫不知情 你敢说你没有要包庇他 我儿子 他没有冒充医生 他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他是 那就让他把医生资格证给我拿出来 爸 我是这儿的院长 我说谁是医生 他就是医生 不容置疑 倒是你在医院里面闹事 还打伤我儿子 我已经通知欧阳局了 报欧阳局了 走了 倒是你 如果现在给我儿子下跪道歉 我说不定他会放弃 不然的话 你就等着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我就说 没有你这老东西的包 他这个人渣怎么敢如此放肆 这个小医民 敢这样和我说话 我说你这条老狗 应该跟你儿子一起受罚 好小子 今天就冲你这句话 我今天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我说你这条老狗 应该跟你儿子一起受罚 小子 单凭你这句话 今天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何事 何事 哈哈 马上什么事了 上这么大气 仲淡仁明啊 就是这小子 得远闹事 打了我儿子 还对我这些言语上的侮辱 赶快把他抓起来 从严证明你 对对对 我也能证明 就是这个人 他刚刚在这里不但闹事打人 还不如骂我们院长来着 男人 把他靠起来带回去 是 单长 你们不能找我男朋友 你说不抓 就不抓 你听什么 你这本脑信不信 连你一起抓 不信 我就不信 你一个区区院长 在这中海市 还能目无目往往 都遮天了 年轻 又 在这医院里老子又是王子 看着 他刚才也参与闹事了 连他 一起抓去 老朱你都一把年纪啊 至于见到个美女 就震惊成这样 哎 都来了 看着 哎 哎 程小姐好 那男的认识到上的龙哥 这女的认识中探长 这 这对情女 可以被鸟到通事 嗯 程小姐好 嗯 中探长 这个刘远航冒充医生企图亵渡 还有这位刘天剑院长 都被他的儿子在医院胡作非为 请你查清楚情况 给我一个交代 哎 是是是 请程小姐放心啊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老刘 昨天听到资本的少爷为了这位程小姐 把曹首夫的儿子给废了 啊 这曹首夫这个女的废了 而且 事后曹首夫连个屁都不敢放 反而派曹向文去给她道歉 比你的实力 跟曹首夫比怎么样 你能敢得罪这位程小姐 哎 中探长 我们俩怎么能知道人家背景这么强呢 你给咱出个主意 让我们父子俩能度过今天这个难关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们的错 天交资本在后面撑腰 闹到最后怎么着都是你们吃亏 你我看啊 你们赶紧去骗这个错 最好 能够当场得到程小姐的原理了 这件事情 大实话小 小说了 哎 好 委屈你了 哎 我刚才我调查清楚了 是我儿女有错在线 我刚才言语上也有些激动 现在我们父子来跟你道歉 请你道歉 啊 要是道歉有的话 还要他们干什么 我 刚才你不是说 承认你儿子错了 那你要说清楚 那到底错在哪儿呢 我 你 我 你敢冒在程小姐 我 我 敢冒犯程小姐 我今天 我 我打死你 走你在外面 你抓住枪笔去 爸 我 我 我知道错了爸 别打 别打 打死你 你不是真的要求 我 打 你 苦肉计 行了 难道他欺乳委屈的其他病人 就没有说了 别打别打了 你再这么打 你去把你那刘公子就打死了 打死你 给程小姐 还对吧 刘少 你赶紧给程小姐道歉 要不你也真在呼呼声声打死你啊 程小姐 我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 啊 既然程小姐 都肯原谅 今天就打死你 行了行了 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别忘记人 打人不是你这样的 你想怎样 我说啊 打人不是你这样的 你要真想打 一下就够了 就像这样 啊 啊 儿子 啊 看吗 一下就够了 啊 看吗 一下就够了 啊 行了 我已经原谅他了 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吧 刘院长 程小姐已经原谅令狼了 不ž 환 Europe 你救人医疆救人医疆 送刀石 快送刀石 那位女医生 现在 我们可以继续检查了吗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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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散了散了 你没用 你再走了 我说你啊 还有九个月就当爹的人了 能不能收敛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打架 如果真出了什么事 孩子都会难受 哦 我也慌 尽量收敛你 对了 我都怀孕了 是不是也该跟你回家见年轻场 嗯 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是时候 老太爷现在正在对他考验 何况 还需要帮助成家崛起 我们两个的家境相差有些大 等到再门道互对一些了 到时候才是最合适的事情 我又没有嫌弃你家穷 算了算了 现在家里有一堆事 可是等我先把家里说服 同意我们再一次 再去你家这边找 好 你还来我们家干什么 赶紧滚 家不欢迎你 小娘 你先回去吧 小雪 你怎么还跟这个吊丝在一起 是啊 小雪 你要是让天椒少爷知道了 你怎么办啊 爸 妈 我是不会嫁给天椒少爷的 可是小雪 还有 你们回去告诉爷爷 天椒少爷的那二十亿资金不能懂 到时候我会全部退回去的 小雪不行啊 我们家的资金问题 还没有解决啊 我们家的资金问题 我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鲜雪的人品无庸置疑 通过考验是迟早的 只是这帮成家崛起 确实有些难度 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赚钱的项目 咱们天椒资本确实有很多赚钱的项目 可只怕陈小姐 不会接受咱们天椒资本的帮助的 那可不可以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找个第三方的呢 这样小白他不会拒绝 这罚子事不足 可找谁来冲当第三方合适呢 这个第三方要有一定的实力 还有值得信任 最关键的 还有与成家的关系不足 这个人许来 真是有个难事 进来 少爷 林梦凌少爷来了 说是要当面感谢您的 就明知 林梦凌 这最合适的人选 不就出现了 快请你了 是 林小姐 我们少爷答应见你 请跟我来 有劳管家先生带路了 少爷 林小姐来 请他进来 林小姐 你便是 天交少爷的声音 都这么有自信 这么好听 先生好 你好 先生 昨天 成功您相救 今日 我是专程来感谢您的 林小姐的心意 我领到了 先生 您的恩情 我有生难忘 知道 我们有没有机会 能够成为朋友 林小姐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先生 我们 真的已经是朋友了吗 当然 林小姐 我听说 你与小雪 也是好朋友 嗯 我们是好闺蜜 没蜜 这可不是什么好词 既然是好闺蜜 那小碧平时非常了解 不知她私下没人回 小雪她人很好啊 她正直善良 感恩感恨 接受原则 对我来说 亦是亦有 你 竟然不是塑料姐妹花 你 竟然不是塑料姐妹花 听到你这么说 我愈发觉得 我给程娘下聘礼这件事 是最对的 不过 你也知道 我家境尚可 为妨以后跟小雪结婚时 有人拿程家的条件说得到 我决定提升一下程家的使务 先生真是心悸如法 又处处为小雪着想 真是令人羡慕啊 不过 我不太清楚 先生跟我说这些 因为现在小雪 不肯接受 添交资本的帮助 所以 我想请林小姐帮我跟忙 什么忙 我听说 你们林家是做房地产生意 没错 那我想请你们成立一间新的公司 由我做你们背后的金柱 并且我会接铃不断的给你们笑 条件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把小雪也拉进这个项目 并且 赚得起 让光景看 先生 您确定 没有搞错 你觉得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 这么幸运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落到我们林家头上呢 如果你们林家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 愿意 这种事情 对我们林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价黄财 怎么可能会不愿意呢 很好 那等你们新公司成立以后 我会把第一笔资金打进 你公司的账户 到时候你拿着这笔钱 去把西郊西香糖 周围三百里 统统买下 西郊 西香糖 那不是一片黄帘 那不是一片黄帘吗 以前是 以后就不是 您的意思是 市里要开发的 我明白了 桌上那张是我的名片 你有急事 就打上面的电话联系我 原来天娇少爷姓萧啊 萧先生 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 不知您今晚是否有时间 可以来参加一下我的生日酒会 我们林家 必定会扫踏相迎 有时间我会过去的 那我先告辞了 萧宁 我爸妈说的那些话 你别让人在心上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尽力去说服他们的 嗯 对了 今天晚上是孟婷的生日夜 你陪我一起去参加吧 好 那我过去接你 嗯 女儿 你说千娇兽会来 我也不确定 我已经邀请了天娇少主 但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摆忙 就抽空过来 再等等吧 天娇少主 可是我们林家的贵地 咱们可会有一点舒服和战吧 诶 那不是陈小姐吗 中海 四大美女之首 他怎么会坐起电瓶的车来 开电动商的小子 不就是工地上搬砖的 萧宁吗 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跟天娇少主讲的 真是不可理 哎 那电瓶车是你的吗 赶紧给我挪走 是你停车的地方吗 别小婷 那电瓶车是你的吗 赶紧给我挪走 是你停车的地方吗 那我能停 那那个巷子拉一堵旁边 车到那 一会我们邻家可是要来一个大人 放在那 标识我们邻家的言认 爸 你乱说什么呢 都是自己人哪有这么多讲究 小宁小雪 电瓶车就放那就行了 不用挪 小雪 一会马上开始了 我们快进去吧 哎 我们在那吧 嗯 老爷 可以开戏了吧 哎 看来今天 那位大人物是没空的 吩咐厨房 准备上菜吧 好 贵客到 这是青龙会 为师双杀中的大哥 黑虎 原来 邻家一时等的大人物是雷先生 雷先生能到来 韩社 旁碧生辉啊 不知雷先生到此 来久了 雷先生 今日呢 是小雨的生日 所以请了一些亲朋好友 过来喝一杯 去 准备一瓶好酒 给这些兄弟们 准备酒菜 诸位 今日有招待不周之处 还请诸位 多多担待 雷先生能到来 是贵客人 是习客人 今日 我亲自敬余 这 我从来不喝男人给我倒酒 你 过来给我倒酒 你 过来给我倒酒 我弟弟不见了 没了解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啥让你告诉我 我弟弟是啥子 你 你弟弟 没错 我弟弟叫雷豹 还有宁相子 雷豹 认识 可据我所知 我弟弟最后一次出现 就跟林小姐在一起 如果林小姐 不告诉我实情的话 我雷某 今天 对你们林家可不客气 小条 你到底知不知道雷先生弟弟的消息 你要知道的话 赶紧给雷先生说 我真的不认识雷先生的弟弟 更知道雷先生弟弟的下落 看来林小姐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 刚才让你给我倒酒 没听见吗 雷先生 别生气 有话好好说 陈小姐是我们林家的贵宾 这不 不适合给你倒酒吗 要不 还是我亲家 你他妈犯了什么东西 给老子骑鞋都用费 今天 要是聊得我雷某 不满意了 你们林家 都得当雷 我最后再给你三分钟 组织一面 老老实实告诉我弟弟 去 后子 我最后再说一遍 你 过来跪下给我倒酒 倒你妈呢 倒发呢 你给你的勇气 敢威胁我的女人 给你的道歉 完了完了 这小子敢打伤青龙会的人 真想把我们林家害死了 小子 你太大事了 我们是青龙会的人 你不打 那有 喂 喂少爷 你在哪 我最近苦练剑术经负不小 要不要再切磋切磋 在林家收拾几个清皮 没空 其他有不长眼的 都敢躲罪少爷 少爷你等等 我这就派人过来护理 哈哈哈哈 小子 我已经通知了青龙会的副剁主 他马上带人就过了 你小子 死定了 我 青龙会 中海分剁 副剁主要七次过来 哈哈哈哈 完了 彻底完了 我们林家 又给这个行销呢 肥皂了呀 正好 我这也有一个人想见见 我人想见我 连我青龙会都敢 啊 小娘 这些人的背景很复杂 不是我们民意福的 买事肯重 想逃 那门 那要是跑 我 在座的 都他妈比上火 我可告诉你 我青龙会 实力 遍布全球 能逃到哪去 啊 我让他 青龙会 青龙会 翻来覆去就会这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你很吵 青龙会 青龙会 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你很吵 我们赶紧走吧 程小姐 你可以离开 但他不能离开 待会青龙会的人来了 我们林家就不遭殃了 放心吧 区区几个青蹄而已 还不至于让我落花了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待会青龙会的人来了 我希望你还是这么的硬气 你可别连累了我们林家 爸 青龙也是为了救我和小雪 才动手打着雷虎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给我闭嘴 这可关系到我们林家的命运 你赶紧好好想想 看在那见过雷先生的弟弟们 要是有消息的话 就赶紧想 别连累了我们林家 花生 你 人可不少呢 啊 多重啊 你可来了 雷虎 谁这么大胆子把你打成这样 就是这桥子 嘿嘿嘿 小别善 你刚才不是挺胀胖吗 再给我夸一个看看啊 啊 小别善 你刚才不是挺胀胖吗 再给我夸一个看看啊啊 现在怎么不靠胀胖啊 连个屁他妈都不敢放了吧 啊 当着我副总作主的面 你再逗我一下试试 哇 你逗你有什么本事 原来只不是叫了一群青皮啊 你 啊 放手 放手 啊 放他胆子 小子 啊 当着我的面送青龙会的人 来人哪 把这小子给我背了 然后再慢慢的折磨 不够 老爷 这黄脸大汉 该不会是 萧宁找来的帮手啊 哼 一个满脸辣黄的脚 容计是不是 这不是老太爷的警卫大汉 他怎么来了 哪闹出来的爷子 连我们青龙会的事情 啊 自暴没号 哼 你想知道我是谁 让我的兄弟告诉你 全都信了 啊 啊 啊 通通不许动 谁要感动一下 现场即便 统统不许动 谁要敢动一下 现场击灭 把这些闹事的人 统统给我扎起来 告诉你啊 我可是青红混的人 你不能动我 你是哪个粗啊 你只要敢闹事 老子就敢扮你 统统带走 手带 小娘 刚才那些人 都是什么人啊 刚刚来的黄脸大汉 是萧宁叫来的人 小娘 刚刚那些特勤战士 是你叫来的 他还用过老太医 不能暴露甚至 这下可尴尬了 这个大黄叶士 非得看我干嘛 那个 其实啊 刚刚那些人 不是萧宁叫来的 什么 不是萧宁叫来的 那他们刚才 我看青龙会的人 来势汹汹的 又要打又要砸 好对小雪不见 我看情况不妙 就给天江少主 发个短信 所以啊 刚刚那些人 是天江少主 动用关系调来的 所以啊 刚刚那些人 是天江少主 动用关系调来的 萧宁 你的意思是说 刚才那些特勤部队 是天江少主 没有来的 嗯 所以刚才那位 黄连长官 在离开的时候 是在向程小姐 致意啊 那是当然 这些人 要是萧宁叫来的 那他也不会在工地 搬砖为生 你这个臭搬砖的 到什么 今天 要不是我女儿 叫来天朝寿 我们林家 就被你害惨了 你怎么知道 我就解决 别解决 就你 光知道打架 打一两个 到时可 那么 整个青龙会 杀得过吗 谢谢 我先出去 接个电话 嗯 陈小姐 这个萧宁 成天鬼话连篇的 一看就空中 反倒 天江少主 对你是一片真心 我劝你 还是考虑考虑吧 以免选错 林叔叔 萧宁 他虽然不是完美的 但他在我心目中 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这种话 以后还请林叔叔 不要再提吧 好吧 好了 爸 我呢去套洗手间 你就不要再说了 这些啊 都是小雪自己的事情 喂 先生 刚刚那支武装部队 是先生派来 解救我们林家的吗 嗯 多谢先生了 如果不是先生的话 估计我们林家 就胸哥极少了 谢谢 我也是为了小雪 嗯 那就不打扰先生了 先生拜拜 啊 林梦婷啊林梦婷 你怎么就这么胆小呢 你怎么就不直接告诉他 你想当面感谢他呢 啊 干嘛呀 这么正经 我现在要跟你谈的呀 是对我们林城两家 都百利无一害的大生意 我们林家有内幕消息 准备成立一家公司 小雪你也参与进来吧 到时候给你们成家呢 预留一半的股份 哎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成家呀 现在资金链断了 这忙又自救呢 哪有钱来投你们这个新公司呀 不用投钱 我们的新公司啊 有大老板在背后当金主呢 我们呢 就负责运行就好了 有这么好的事 嗯 公司的名字呢 我都想好了 我们两个的名字中呢 各取一个字 就叫梦学好了 反正呢 你不用投钱 赚到的钱 我们一人一半 你是说 我不用投钱 就能分手利益 是呀 那 这事你们林家自己做就好了呀 干嘛让我参与 我们是好姐妹嘛 当然要有父同享了 可是这事 哎呀 不用再想了 也可是了 这件事呢 就这么定了 那好吧 这事啊 我回头再研究研究 我和小娘得回去了 嗯 这么正的男娘 哎 美女 做了个破电动窍 要不然 做着哥哥的窗 哥哥带去演外兜兜风呢 啊 这怎么愿意 这 我们呀 去最高级的业总会 开最豪华的保险 我最愿意 冯罪演的第一子 任意 我从 你喜欢之间 这 只要你能陪哥睡 价格 你来出 啊 好不好 哈哈哈哈 他陪你睡吧 你 在这等会有 陈少 你没事吧 去 把那个戒指给我抓过来 再让他 把我脸上的东西填干净 你嘴怎么这么唱 陈少 居然干脆陈少不敬 专敢打陈少 咱们一起上 弄死他 敢动我 我爸 可是傅院房地产的 董事长陈世男 我的姑父 忠财首付曹福祥 你他妈敢动我 哦 曹家的亲切 啊 啊 走 我走 我走 物以类聚人一身 跟曹家有关系 没一个好东西 陈总 关于承介的项目 进的如何了 一切水泥 少爷算项 有真谈色 很好 哎 西郊西乡旁那周边 三百亩的地皮 总算是交易成功了 累死我了 看看你 你会成什么样了 这赚钱固然重要 但身体啊 要多注意 没事 我这不是为了 早日带你赚大钱吗 你有这份心意就好了 不要跟你讲 喂 什么 西乡堂要建一个大型体育场 总投资三十亿 总投资三十亿 小雪 好消息 咱们新公司的第一笔投资 立竿见影 马上就要赚到钱了 这么快 我就说嘛 我们有那幕消息 这股是吹的 真厉害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过来帮忙 哎 对了 我让萧宁到新公司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他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呀 我看你呀 就是心疼他在工地搬砖太累 想让我给他找一个好差事罢了 哎呀 好姐妹 那你到底约别了吗 那好吧 你让他来公司报到 我看有什么合适的岗位 顺便给他安排一个咯 好 那我下午就让他来报道 有天交少主的帮助 孟雪公司要赚钱 简直跟吃饭一样钱的呀 呃 不对 应该是被财神爷抱着喂饭才对 林总 富远集团的少东家陈品行来了 你们要先进 富远集团 中海市最大的那家房地产公司 是的林总 让他进来吧 好的林总 他们来干嘛 少东家还亲自登门了 难道是为了西香堂 那三百亩地来的 这公子 谁就不大胆子 竟敢把成公子 打成这猪头样 林孟婷是吧 陈公子 您大家光临 有何贵干 我是代表我们陈家这次来收购你们西香堂的三百五地 什么 我查过了 你们林家收购西香堂的三百五地吃花了五个亿 我们陈家月出资 你一亩千万 怎么样 陈公子 您说的价格是之前帮帝的价格 现在西香堂营建设了大型的体育馆 已经涨价了 所以我不能按之前的价格卖给你 哈哈哈哈 林孟婷 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 我们能给你们五千万的利物 你们林家应该改名奈德才是 你别蹬鼻子上眼 惹怒了我们陈家 到时候保证 我们最后一分钱都拿不到 就是强买强卖 强买强卖 哈哈 那我 我们陈家可是中海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我们背后可是中海手术 曹家的资产支持 你拿什么根本 你 哎 我别上紧了 我看你长得还挺我喜欢姿色的 这 你今天晚上陪我睡一晚 我可以考虑考虑 把价格给你往后陪 你 我无耻 他说我无耻 林孟婷 你以为你什么好东西啊 你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 假期梦眩 难道不是爬上哪个大老板的床了吧 我想 多爬一个我的床 应该也什么关系 我们陈家 也会给你自身支持 对 完了完了 一时机份 闯祸了 臭死吧 给打我 打你又怎么了 你自己不是欠档 打你又怎么了 你自己不是欠档 小娘 是你 真是踏破铁鞋无迷处 我得来全部费公平 我还正想派人到处找你 没想到 你自己做什么 你们两个 给我把他冻残废 有什么事 带我 上 谁 谁上 小娘 小心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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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啊 你啊 不得不说 这家伙 别的场景倒是没有 但打架倒是真生吗 刚才我还真兄 没有 可是 啊 哇 啊 啊 残忍 真是太残忍了 赶紧跟我朋友道歉 对不起 来 走 我这么如雅思论的人 为什么非比我动手 小娘 刚刚多谢你救了我 我 实在不应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 你要知道他爸可是陈世男 他姑父 可是我们中海市的首富 那又如何 也是也是 不应该怪你 毕竟你也是为了救我 才出手挡了他 就是 算你还在一起 对了 这是小雪见你过来的吗 对 他非要我过来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东西 他非要我过来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东西 你等等 我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岗位 其实也是为了看看 这个新公司运行的怎么样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看看保安部队长怎么样 好 不过嘛 我做保安有三个要求 我要时间跟你说好 什么关键 第一 不排好游宾 第二 不端查地势 第三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上班不打卡 有事不启架 主打的就是一个罪 啊 那你岂不是 要比我这个做老板的 还要舒服 就刚刚救了你的人说话 接着看 你少过我废话了 赶紧去保安队报道 顺便整顿一下他们的规矩 这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 我刚刚差点被人打了 现在没有一个保安出来 太不像话了 是 老板 事情经过 就是这样了吧 你个小嫂的邻嫁 居然如此放肆 不但不同意把地皮卖给我 轻人还把你给打了 对 爸 您问他他们公司的小别嫂子 打了我好几回了 岂有此理 这件事不能善罢甘休 要不然的话 我们陈家的威严何在 今天晚上 我会在天鹅酒店 宴请中海市的豪门 你去通知 林东海和他的女儿 务必在家 今天晚上他林东海 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会当众 让他临家好看 是 爸 搞定了 这才是少爷你应该有的模样 高贵而英俊 堪称完美 任谁看到少爷此刻的模样 都会忍不住赞叹一句 莫上人如月 公子事无双 一下午 终于是弄好 不过这第三重聘礼 就非要我亲自配色吗 这是我向老太爷建议的 老太爷不是说 九重聘礼之前 都不准我们的面 怎么 这才第三重就让我出现了 这第三重聘礼 是价值五个亿的 粉红之星钻剑 现实呢 当然是要少爷亲自送 才显成意啊 事与不能露面呢 那时候戴个骑士面具就好了呀 骑士面具 对呀 你想想 白色骑士与 先生粉红之星钻剑 向自己心爱的公主求婚 太浪漫了 哎 种儿 这要是成回京都学 少量让人笑 时间差不多了 估计陈老爷子 早就把陈小姐骗到久别了 少爷你赶紧准备准备 去送你的第三重聘礼吧 陈老板 今晚把我们请过来吃饭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听说陈老板 想从林家省中买一块地皮 但是林家不肯 还派人啊 把陈老板的儿子给打伤了 那陈老板 今晚估计 是要拿林家开刀呢 小小林家 竟敢得罪陈家 估计这次 要到大梅路 爸 今天陈家这饭局 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要不 我给天椒少主打了电话 求少主回来救救我们 不行 天椒少主已经帮过我们一次 尽管要去求救他 少主以后 如何看待我们林家 好吧 如果让少主知道我们连家是窝囊费 爱闹事以后 还怎么服侍我们列家呢 我知道了 对 今天晚上无论 我们都得自己拜平 哪怕是吃亏的 那我们也认 莫婷小雪 好巧啊 你怎么也在这 对啊 我爷爷今天心血来潮 非得带我们来这吃饭 您呢 也先来这吃饭吗 要不然 两个块 嗯 不了 我们今天是来参加陈老板的饭局的 那好吧 那咱们吃完饭联系 那待会见 好 赵总好 林总 陈总也在呢 陈总好 陈公子好 在座的各位同行好 林东海 你们林家好大的胆子呀 我儿子找你们去谈生意 没想到你竟然敢打着 陈老板 是我叫你无方 我们林家愿意道歉 并承担后果 小豪啊 你打算 怎么处置林家呢 爸 我有三个要求 第一 就是你们林家 必须得交出 萧您那个杂碎 第二 你们林家必须得用 新香堂的三百亩地 作为打伤我的陪陈 至于这第三 就是让林沐婷这个贱人 今天晚上到我房间里好好伺候 知道我满意了 怎么样 不行 条件呢 我儿子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们林家 要是不答应 那我真的 悲剧了呀 哎呀 陈老板 你这第一个条件 我是可以满足的 这毕竟 向萧宁打的人吗 他理所应当呢 但是这第二个跟第三个条件 我们林家确实无法 当然了 你可以拒绝 但是你应该知道 在中法时 你若作对 为这什么仨子 孟婷 小雪 这些人是在欺负你吗 好啊 啊 终于要把你大撞 嗯 小豪啊 嗯 你们认识 是 他化成灰 我都认识 爸 就是他 昨天晚上把奶茶扔到我的脸上 也是因为他 要不是他 就不会爱向你的打 今晚让他们俩一起伺候我 才能画进我的心头之恨 小豪 这个程庄学习了 为什么爸 他 他是你表哥曹宝明看上的女人 你要是动了他 你表哥会不高兴的 啊 看在我表哥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借销 不过跟你在一起那个叫 萧宁呢 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哼 陈开学 你应该感谢 曹宝明 是他让你今晚躲过了一切 你还不赶快 通知那个萧宁啊 之前 若不是令狼登基耍流吗 我男朋友也不会打头 还有 如果你们陈家 想和我们孟雪公司做生意 拿地皮的话 就应该拿出你们的诚意 而不是仗势欺人 抢买抢卖 最后 若不是令狼出言不逊 侮辱孟婷 也不会遭到我男朋友的二次教训 其三件事 错 皆在陈家 令狼被打 也纯属自己 哦对了 还有一句古话 字不叫 复制过 我觉得陈老板 您不应该责怪我男朋友 而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您自己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你这是教我做事吗 不敢 只是给陈老板一点建议 更好的约束令了 小的不懂事 那老的也不管 还是觉得自己翅膀长得硬了 敢与我们陈家摆摆手 一个莫等豪门儿 回家要动他们 就跟捏着一只蚂蚁一样 这陈崇山也是个外强内竿的货色 怕是等会儿就要磕头认罪了 陈老板 我们家小雪真是救世论世 小雪的态度 就是我们陈家态度 陈家竟然距离力争 应当陈家 他们不要命吗 这世道呀 真是变了 什么阿猫阿狗的 你得出来叫嚣我们陈家 真是放肆 爸 我觉得也该给这些 陈其眼的小东西 一些教训吧 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言行举止 付出该有的代价 是该打打他们的屁股 让林家和陈家的人 统统给我跪下 每人赏一百个巴掌 让他们好好精醒醒醒 是老板 你们谁敢 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还叫谁这个贱人 什么情况 谁把灯全关了 谁他妈妈灯关了 赶快给我打开 要不然老子灭他全家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把灯全给我打开 都不准弄 长官 您是 闭嘴 所有人都不准说话 各位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会在这里 向我心爱的女子 表白 求婚 那位黄脸汉子 是天交少主的人 那 这位 就是天交少主了 如果打扰了各位的用餐 请见谅 不知道这个被求婚的新女儿在哪儿 唉 我这傻姐妹 这个向月儿 就是你啊 程小姐 快去吧你 你说的程小姐 不会是我吧 没错 就是你 程小姐 从没有任何一个女子 能像你一样 让我深深的心动 无可辞 程小姐 这是我家少爷 为你准备的求婚礼物 也是第三重聘礼 粉红之心赞见 程小姐 嫁给我好吗